所以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个方法 所以我先把它改回来 刚刚在以移除资料行 这边要打人口数据 逗号 人口数据在这边没有了 所以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新增函数 怎么新增函数 其实这个函数很简单 就是人口数男跟人口数女把它加起来 所以滑鼠右键在这边是不是有 所谓的一个新增量值跟新增资料行 那这边我就要请你们去知道说 我们应该是要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因为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 滑鼠右键新增资料行 点选新增资料行在这个地方 把资料行三个字改成人口数小记 然后等于的右边 当然就是要输入什么 人口数男加人口数女 所以怎么样去呼叫这个人口数男呢 其实比较简单方法就直接输入一个一撇 你就可以开始用选择的方式 这是最不会有产生错误的方法 所以建议你们用一撇 然后上下来去选 例如说方向键往下 选到人口数男TAP键 然后我习惯是把运算符号前面跟运算符号后面 都打一个空白格 然后加空白格一撇人口数女 所以方向键往下 然后TAP键 然后就按Enter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等于说 多增加了一整蓝的资料 好 那就请你们开始动手来去做 透过新增资料行增加一个 这叫函数 这叫人口数小记的函数